大家好,我是小尹 本期视频我将带来杀戮都市上级 男主角冷风是在校大学生 这天他在等地铁去面试的时候 遇到了儿时的玩伴家腾 两人久违的重逢却因为救人 双双被列车撞飞 那影片才刚开始 主角不可能就这么凉了 毕竟我连影片女主角都没看到 醒来的两个人很懵逼 因为他们被传送到一个封闭的房子里 后面还有一群同样被传送来的人 而且他们现实中都跟冷风他们一样 已经死亡了 让他们死而复生的东西就是这个黑球 可能导演觉得让观众看到 这么一大群大佬爷们会审美疲劳 随后传送了一个妹子进来 妹子传送进来的时候是衣丝不挂 因为他在浴室自杀 一旁的大叔看到都流口水了 家腾连忙脱掉外套帮他盖上 一个穿着西装向大佬的人 想打妹子的主意 差点跟家腾杠上了 黑球传来了非常中二的声音 还显示出你们已经死了 新的生命随我高兴怎么用的字样 这时弹出了任务 让房间里的人去干掉一个 头顶一片绿的绿毛怪人 黑球随后变换形态 上面装载的很多武器 而黑球里面是个光头男子 我的天 这是闹奶出 胆飞的冷风上前查看 发现黑箱子上面刻着每个人的名字 箱子里面装的是奇怪的装备 还有着Cosplay的战衣 墨友衣服穿的妹子进去换了战衣 穿上之后身材好到爆 大叔再一次咽口水加一 大家随后都被传送走 消失在这个房子里 随后就是一场20分钟的猎杀游戏 只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 杀死绿毛怪人 就能传送回来 要是大家在20分钟没有完成 通通都得死 他们看到了目标 绿毛怪人 西装大佬为首的三人追了过去 追了这个绿毛怪人 9条街都有了 终于在一个车库把他截下 他们凭借在房间里拿的激光枪 干掉了绿毛怪人 没想到小小的身躯 含水量那么高 西装大佬玩得不尽性 接连开了几枪 射了大家一脸 这时一个成年的绿毛怪人来了 西装大佬可能有点飘 竟然问头顶一片 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绿毛怪人 算哪根冲 对怪人力量一无所知的西装大佬 直接被他举高高 之后凡是对绿毛怪人开枪的人 都被干掉 目睹全程的迦藤更是吓傻了 就在迦藤要被干掉的时候 妹子来了 她的战衣充能 发出蓝光直接舍身攻击 不过因为她还是新手 不能好好掌控战衣 最后还是复活带的赶到 解决了绿毛怪人 任务中没有死亡的人被传送回来 而死去的就再也回不来了 黑球会给任务中的人打分 也会为死去的人 加入到连连看的队列中 眼前一道白光冷风回到了家 觉得这不是一场梦 她去了车站 发现昨天的列车事故是真的 于是她去找了重旋路 想找出家藤问个明白 她找到家藤以前的柱子 发现已经被重建了 她去了昨晚做任务的地方 发现那些损坏的墙 正是昨晚打斗留下的 这再次说明 昨晚的事是真实存在的 她看到昨晚的妹子 妹子带来战衣 还有家藤的外套 准备归还给家藤 之后妹子说了 跟她回去睡觉 嘻嘻 现在的妹子都那么开放吗 冷风连套套都准备好了 想得真周到 小影我也准备好 植入坠子的七大画面 不过 要让大家失望了 人家是正经妹子 因为她在自家浴室自杀了 怕自己回家看到 挤给铁西总猴啦 他们在家藤的外套上 找到了她家住址 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去找她 家藤也回到了家 起来 哦许许准备洗手 就被传送走了 两位难兄难弟又见面了 这次来了新人 一位奶奶带着孙子 咳咳 导演太坏了吧 这根本没有战斗力好不 根本就是来送的呀 不过导演 新加进来的妹子 我喜欢 给你加个鸡腿 那带眼镜的刘大叔 跟富贵蛋 还有妹子 我就不说了 上次没死的 这次又传送回来 随着中二声音出现 这次的任务出现了 要他们去杀死一个 带钢盔的怪人 跟上次一样 大家被传送过去 奶奶跟他的孙子 一出场 怒送人头 冷风传送过去 被钢盔怪人 射了一炮 富贵蛋更惨 传送还没落地 就被怪人口爆了 之后还被按在车上 摩擦摩擦 看不过眼的家臣去救他 把怪人狠狠的按倒在地 剩下最后一口气的 富贵蛋告诉冷风 让他挤满100分救自己 然后富贵蛋就领盒饭了 之后的剧情就是 怪人缓过来 又跟他们大战 几百个回合 之后被冷风一枪KO 他们又被传送回去 这次死了三个人 富贵蛋还有孙奶二人 到这里 我就开始觉得有B.O.G了 先不说新来的妹子 看来去哪了 虽然我很想看看 她穿战衣的样子 我估计要等下一关了 我要吐槽的是 戴眼镜的刘大叔 都通关两次了 我们都没看到你加入战斗 还让你进去就躺尸了吗 还是说你躲在角落 玩王者荣耀呀 本关冷风 获得7分 你100分还有93分 冷风想起了富贵蛋的话 问他黑球 要是买100分会怎样 黑球显示有两种选择 一种是消除记忆 那样就不会再被传送进来 而是用100分 复活一个死去的人 到这里 感觉剧情好像有点意思 这不就像是玩角色养成游戏吗 角色的属性在慢慢积累 然后打赢Boss用积分 在NPC那换取自己所需的道具 冷风他们被传送回现实生活中 冷风在强化自己 凭借着这款战衣 飞檐走壁 在城市中来去自辱 妹子找到了嘉诚的家 将外套还给他 还非常主动跟嘉诚 表达了自己对他的爱意 嘉诚说 我可是亲手杀了自己的父亲 你还爱我吗 再说 现在我只想保护好 我的弟弟脚子 到了晚上 他们又被传送到那个房子 这次来了三个新成员 一位是僧人 一位是书带子 还有一位有点帅 那我给他名字叫阿帅 没错 小英我就是那么外貌协会 本次任务的目标 类似于佛像之类的东西 僧人看了不高兴了 我佛慈悲 你们不可以杀生呀 传送过来之后 我看到僧人跟书带子 没有穿战衣 麻烦 后期剪辑帅哥帮我给 上次的小姐姐一个画面 嗯 这是侧僧 我要个正面 貌似还不错 只不过脸看不清 算了 稍后补上 他们一行人展开搜索 发现这尊大雕像竟然会动 人风比较皮 估计前段时间的训练有成效了 喂喂 眼镜刘大叔 这是任务你又要躲了吗 能不能出来放一炮 圣人去了他应该去的地方 佛堂 看到这里面都是佛像 我有种不想的预感 果然 在圣人念经的时候 一尊牵手光迎到了他的面前 圣人主 外面加藤他们跟大雕像周旋 大雕像使出必杀技 来的新妹子吓傻了 等等怎么感觉 脸好方哦 抱歉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失望加一 人风知道不能跟这尊大雕像硬刚 要靠自己的巧劲自取 因为雕像太笨重了 虽然我觉得他的身手好敏捷 但是要把他斜死 文案必须这样啊 人风对着他的裤装一炮 把大雕像干掉了 也把在场的小伙袋惊呆了 这 这 怎么可能 冷风那么屌 这时 脸方的妹子折了出来 话还没说完就领和饭了 大boss就在佛堂中 这次牵手观音 冷风在他面前根本就是菜鸟 只有挨打的份 一下子就被干怕了 加藤想救他 枪都被人削了 妹子更是一招KO 加藤拔出他 我还以为他要大杀特杀 结果被人砍的画面 简直不要太美 妹子为了救他被万箭穿心 之后躺在加藤的怀中领和饭了 到这里两个主角都重伤了 对不对 眼镜男刘大叔跟小帅你们在哪 麻烦导演给我个解释 难道两个人去开黑了 前所观音让加藤旋转跳跃闭上眼 冷风这时估计躺累了 起来松松筋骨 战衣发光总是那么及时 怎么一开始不发光 一开始大家都发光 估计都可以五黑了 觉醒之后的冷风好像猴瑟磊 不过被青手观音空手接住 冷风夺过了青手观音一系列的攻击 飞到那边拿起了激光枪 这一炮未能打穿青手观音 被他的绝对领域剑打住了 不过这个炮的威力还不错 直接挣碎了所有剑 还把青手观音挣出了本体 本体非常的大 大到房子都拥不下他 冷风凭借自己的实力重创了大佛 把他的一条手臂给打掉了 还给了大佛一拳 这画面感觉非常熟悉 跟迪加奥特曼变身如出一辙 当冷风被大佛吃了之后 刘大叔跟小帅出现了 导演你终于记起了他们了 随后冷风在大佛体妹 哩哩哩哩激烧了他 本局任务结束 冷风看了奄奄一息的加腾 自己却被传送回来 被传送回来的还有那两个 抱歉我也不知道他们这次任务的作用是什么 其余的人都死了 冷风很伤心 因为他最好的朋友 加腾也在内 回到现实的他一蹶不振 就连面对暗恋自己的女主角阿雅也是无动于衷 在地铁里他还想自杀 阿雅看到列车马上要到站了 急着哭了出来 冷风还在发呆 最后他终于醒悟空来被阿雅救了上来 阿雅说出了藏在内心的话 我喜欢你 你不能死 不能离开我 小影在看着自己 我好好活着就是想你们关注我 老铁们不过分吧 关注走一搏 之后的冷风振作起来 他找到了加腾的弟弟脚子 他现在想法就是要获得100积分 救火加腾 而这两个队友说要好好辅助冷风 你们信不信 反正我不是很相信 那关于他们的表现 请期待下一次更新 杀戮都市下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想看更多有趣视频 记得点赞订阅哦 我们下期见